我们就开始装空调了 今天就过来餐鸡胎鸡子了 菜空调我们必须有两个人呢 我还有我一个师傅 你们看外边 这天气是非常热的 我们师傅要出去 他不管高矮 大家都要带好安全带啊 要不然装空调是很容易出事的 你看我们这边都很矮的 但是还是要带好安全带的 现在我们开机 开机的话必须要抽血种 等一下我教大家 怎么样抽血种 那现在我们抽血种吧 就是在开机的情况下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小的管子 就是高压管子 用内六角把它给拧紧了 先把那个高压管的这边给拧紧了 高压管给拧紧了 拧紧它差不多半分钟秒钟吧 有听到压缩机的声音很轻了 他就可以把这个回去关给拧紧了 现在我们把回去关给拧紧了 拧紧了就可以断电了 然后就把这个线给拆出来 我们把这个拆完了呢 把它的接口的这个地方要包好 以防那些我们在搬动的时候 就把那个灰尘冲到里面去 在这个架子 还有这个外机内机 都把它给拆下来了 然后师傅也进来了 拆完内机的话呢 这个管子要挽好 不挽好的话 它只点起来 就会容易断了 安装了 装好了 然后我们要把刚才拧紧的都打开 那时候先打开高压房 同时用顶针顶住加血中口 让气体从那里流出 感觉到吹出的气体是凉的 那就可以了 然后把安全帽装好就可以了 然后装好了 我们要开机运行一下 特别是注意这个 这个高压管和低压管 这个是回气管 有血种正常的话 你开机下子 手摸这个回气管 它是有 有点凉 它很凉呢 就说明血种是正常的 那就不用加了 如果这个 这个高压管结酸的话呢 就说明这个血种不够 那现在得够了